韓國中央日報就說 中國科技正是以一種 一飛衝天之勢迅速的成長 隨時可見什麼 Made in China MIC 在這一次的奧運當中 到處都可以看得到 這個零計算轉播 它的畫質最高可以到8K 8K非常的輕 而且它是包括 分佈給所有的各全球的媒體 所以必須在第一時間 就要把各個形成的影像 轉給所有國家 這個事實上要有 非常高的網路管理能力 其實中國做這個一點都不意外 因為它自己就在做 因為中國本來就是一個大國 它國內的體育賽 全國賽就已經是這樣了 它事實上這次法國主要是 我覺得只要不是中國承包的都做得很差 它就不要包出去 搞到最後還要去調1500台冷氣 這種非常離譜 這個不管 反正它最後還是把轉播的部分 委外來處理 因為我覺得這個運動轉播 用這麼高階的網路 還有畫質 還有分配的效率跟準確度 大概全世界就是中國在做 這個已經有名聲了 那林德時代 事實上也不是只有唯一的一家 事實上匈牙利 匈牙利有一個城就是專門做電動車的電池 那整條路是100公里 比亞迪 不只比亞迪 全部都去了 全部的中國車的 中國大陸的電動電池 都去匈牙利投資了 我看了一下大概有十幾家 那有的我們沒有聽過了 因為我們大概只聽過 林德時代跟比亞迪 事實上它還有很多家 那都做的相當的數量 而且這個態勢也不會停下來 事實上林德時代 這樣的營收並不算大了 你用美金算才200億美元而已 200億美元上半年這樣 它一年的總營收也只有500億 500億美元 這並不算大的公司 我說從世界的規模 所以它還要有更大的擴張 像中國的車企都是這樣 都不夠大 好 除此之外 其實巴黎奧運他們也說 其實這次80%以上的 這個奧運的吉祥物 也是由中國大陸的這些企業來做 接下來請下一下麗將軍 因為除此之外 看到中國的力量 還包含什麼呢 中國國產的首款 環體科技C929 它零件是百分之百中國製造 而且它最大行程是一萬兩千公里 這是怎樣繞地球一圈的概念嗎 我補充一下奧運 這次來講真的是Made in China 因為不只是你剛剛講的 亮哥講的那種轉播那東西 其實太多東西 包括你剛剛講的那種吉祥物 有沒有 它那個吉祥物叫什麼 叫紅色的吉祥物 叫佛里吉帽 佛里吉帽大家可能就覺得是一個紅色的帽子 其實它是法國特色的帽子 你在什麼地方可以看到呢 我們紀錄有個卡通影片叫做藍色小精靈 有沒有印象中有沒有 那藍色小精靈戴的那個長長尖尖那個帽子 就是佛里吉帽 是法國特色的帽子 所以法國特色來講 用那頂帽子來當作吉祥物 那目前來講的話 說是80%都是由中國製造過去 有法國自己只做20% 可是那20%也是中國做的 只是說拿到法國去組裝 所以它價格才可以賣到 大概我對那個特別有興趣 它是35歐元 就是說如果說是全部要法國製造的話 它可能要五六十歐元才賣得到 那旅客來講的話 如果說是成本這麼高來講 它銷售量就不是很好 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很多東西是中國做的 譬如說乒乓球 這是我們來講的話 像我們剛剛說小林同學 他那個乒乓球 那乒乓球 就有奧運有奧運的規格 你那個彈性大概要25厘米 就是什麼樣的高度彈下去要彈到多高 然後規格要一致 所以那個乒乓球也是中國做的 那中國還做什麼呢 這是開幕點裡那個無人機 最厲害就是無人機 就無人機 那真的是 在那邊你看那個鏡頭那個變換 一下子五星環一下子 這種舉著這種 這個火炬進場的圖案幹什麼 總共也是中國的無人機 其實我覺得還最特殊的 是它的還有足球 足球裡面它裝了一個AI晶片 那我們都知道說 足球比賽有時候很多爭議 比如說是選手有沒有越位 對不對 他馬上就可以偵測出來 或者那個進球在千分之一秒後幹什麼 球到底有沒有進球門 那個進球門來講 進多少算進球門 其實這些來講的話 現在以現在這個中國那種 就是子彈時間啦 他都可以攝影的非常清楚 但他倒回去看 立刻回放 不要再發生馬拉杜納上帝之手 那大家應該還記得 那個球到底是被馬拉杜納用手拍進去的 還是是用頭頂去的 大家不知道 所以來講的話可以做到比較公正 其實後續來講 馬上會上場 我覺得還有一個很特殊的 是籃球比賽 籃球比賽 你不要看那個場地 籃球場 我們認為那個籃球場就沒有什麼 真是那個籃球場底下是整個LED燈 籃球場它會變換顏色 你知道整個地板是鋪的是LED 整個會變換的顏色 所以我覺得像這些來講都是中國廠商在這方面 所做的一些特色表演出來 從足球啦乒乓球啦 或者是這個吉祥物啦 或者是說開幕典禮的無人機啦 這些都展示出來中國AI的一些科技 那另外來講的話 講到這C929科技 我們知道有C919嘛 現在已經出來 C919被這個歐美卡關 為什麼 因為他們也擔心你做出來以後 我波音或者是我空巴就跟我競爭 那他卡他什麼 來卡他飛機的引擎 飛機引擎來講的話 你沒有飛機引擎 你這個飛機就飛不了 所以中國來這方面來講 他自己設計了 他自己叫長江1000的引擎 現在掛在哪裡 掛在運20上面來做實驗 那如果成功的話 加上他掛在他919上面 但是929就更大了 929原來的名稱叫CR929 那C是什麼 C當然是中國啦 那R是什麼 是俄羅斯那個R 是中俄共同研究的929 是大型的客機 那後來因為俄國來講 跟中國談不攏 因為來講雙方設計 那俄國是希望說 我比較便宜 我本來就有一流生的這種客機 我直接用這種客機 把它改裝成原來我既有的 在這種基礎之下來改裝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蠔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蠔協會 協會認證高品質的庫拉索蘆蠔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蠔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蠔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前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